老虾 在我们湖南 这个首饰雕子鱼 口味是农家饭馆的招牌菜呢 满满的小时候的味道 下酒又下饭 雕子鱼呢先给它去头去尾 再给它撕成大块一点 等下好焯水 冷水下锅 把雕子鱼焯软一点 等下吃起来也更加的入味 再起锅烧油 把雕子鱼下锅煸炒 小火慢慢的煸炒出水汽 煸炒出香味后 倒入蒜子 干辣椒 一丝丝的辣椒粉 最后这道菜的关键 就是来点豆豉酱 炒这个菜 好多人都喜欢放干豆豉 这个我不推荐啊 因为干豆豉出香慢 所以我家都会背上一点 这个调制好的豆豉酱 这个豆豉 都是经过土糖发酵 酿造出来的原胚 搭配野生椒精心调制出来的 平时用它炒家常菜 蒸菜都非常的好吃 煸炒出香味后 倒入切好的酵头 加上毛毛盐和蚝油 再沿锅边淋一圈啤酒 快速的翻炒炒出锅气 最后撒上大生液 随便的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食欲满满 用它下酒配米饭 真的是不要太香了 喜欢的朋友 按照我这个方法去试一试吧